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腾川美袋子 打破大众对日本韩国才有的海女印象 特别研究台湾 在早知道活动中 分享台日韩海女与海藻相关的研究 我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做过的台湾东北角海女生活 与海藻文化的部分 调要是海女的蓝妈妈 指出更加认识不同种类的海藻 很感谢海科馆举办这个藻类 其实我也是八朵子的海女 那你现在看这个藻类这么多种 它的功用像我做石纯 石花洞变了很多 很多样的冰品 所以今天我来认识的更多 很感谢举办这个 就是串联东北角的海洋相关议题 海科馆特别举办早知道系列活动 更欢迎大家来走走感受海洋的魅力 海科馆所在的八朵子这个区块 有关的海女的文化 能够跟供僚那边的 一样是海洋文化这种议题 能够在这边得到交换 现在三月 海科馆旁边的朝经海湾 就会看到很漂亮的 绿色的藻开始慢慢繁衍出来 很希望各位观众有空就到海边走走 浩发在东春两季的海藻种类众多 海科馆教育中心还特别结合星座 带大家用不同的面向认识藻类 藻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跟我们大家其实相关 那其实在某些藻的生物的特性上面 它其实也跟人的本质上 其实是有关联的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 藻卡跟十二星座的结合的同时 我们就试着去取用的 不同的藻的生物特性 跟人的星座的上面的特性 去做一些结合 那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松枣 松枣其实它是一个像海绵一样 组织的结构的枣 然后直挺挺的站在海水里面这样子立起来 然后为什么它会像是一个摩羯座的特性呢 因为摩羯座就是很固执很顽固的一个星座 所以你要去把这个枣给拆解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性 所以把摩羯座跟松枣合定在一起 那其他的某些枣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绝枣 我们选了两个 就是因为绝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外形 还有像双子这样的一个星座 它们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所以有时候会不表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的结枣 那其他枣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游客之间产生一个互动 让游客会更清楚认识这些枣的存在 然后也喜欢它们 就是要更接近大众 海科馆还特别邀请 荣获2016美国金薰奖章的导演吴慧君 带来青青海洋的影片声息 全台湾的一个海女的一个装扮 当然有所不一样 那我们的东北角的海女 主要是用这个自己做的一个伸缩布的一个头罩 还有就是人工做的一个挖镜 那也有所谓的精衣 那另外他们的一个这个 这个 呃 裁补的这个网子 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这个是原先的鱼网 然后另外特制弄一个这个 用一般的电线把它整个缠绕起来 直化菜就会直接从下面卸下来这样子 那也希望说政府可以重视到说我们海女这一块 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申请台湾自己本身的无形文化资产 那我们希望说能借有这一次的机会 也感谢我们那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协助 透过导演吴慧君女士的视角 了解东北角的人文聚落 滨海学校的海洋教育 在地的环境及产业 让对海洋文化和海藻有兴趣的民众收获满满 记者 崔小军 基隆报道